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进入土如何看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呢 是消费使用它还是要环保呢 哥罗西书第一章给我们宝贵的提醒 提到了爱子与福音 首先使徒大力的祷告 使徒感恩 因着教会的信心盼望与爱心 而让教会真知道神的恩典 结果增长 保罗也祈求让教会属灵的智慧 悟心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好叫他们行事为人 蒙生的喜悦 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的多知道神 保罗为教会祷告 保罗也竭力的传扬福音 保罗做基督的执事 为人承受苦难 好叫这个奥秘能够传扬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可以得着荣耀 保罗也做基督的执事 尽心竭力要把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领到上帝的面前 这是保罗的行动 而中间核心在于爱子与万有的关系是什么呢 耶稣跟上帝创造了万有的关系 爱子是上帝的像 是上帝的彰显 而爱子创造万有 万有都是靠主而立 万物都是靠主而被创造 并且耶稣在凡事上居守卫 上帝喜悦叫一切的丰盛都在爱子里头 并且借着石子下万有与神和好 过去是隔绝的关系 如今是和好的关系 是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一切所有受造物都是耶稣所创造的 也是为了耶稣的荣耀而创造的 而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也与万物和好 因此我们适度的使用 适度的保护 背后因为知道我们不是主人 我们是管家 我们要向耶稣教掌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帮助我们竭力的认识你 竭力的传扬你 让我们看到万物都是在耶稣的计划当中被造 让我们因着认识耶稣 而认识一切万物的美好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